海带越大收入越高 可这里的养殖户 却偏把没长成的海带苗拉上船 把没长成就 然后这边再往海上再养 就是海带大海带 海带苗个头小 却能让养殖户多赚钱 每亩海域年销售额 增长到以前的三倍 但曾经这些海带苗 大伙都看不上 以前我们这个海带苗 都是一两毛钱 卖给报一次的吧 不值钱的东西成了宝 背后大有玄机 不仅让农户增收 也拉动海带产业 从低谷中崛起 2022年 福建省连江县海带产业的产 本值达到30亿元 创新产业发展 共同增收致富 欢迎收看 共富经 有人这样形容一样东西 他嫩过初春的竹笋 掀过金秋的蟹角 这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海带 你喜欢吃海带吗 平时喜欢怎么吃呢 海带汤 凉拌海带丝 炒海带片 跟您汇报一下 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这个 凉拌海带片 来 咱们先尝尝那么一口 脆 爽 鲜 咱们拌的还有点辣 味道呢 是真不错 这些海带呀 来自福建省连江县 那里可是海带养殖大县 2022年呢 全县的海带养殖面积 有9.4万亩 年产值呢 有30亿元 要想在全国 众多的产地当中 脱颖而出 光靠量大 那可是远远不够的 连江海带产业 走的是一条 创新之路 咱们一块去看看 辽阔的大海 向来是渔民们 驰骋的海上牧场 它们在风浪里 搏财富 哇 这么长 五十斤 五十斤 今年又是一年大分收 海带 一种营养丰富的藻类 它是生长在 大海中的蔬菜 富含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的 海带中含有的 骨氨酸钠 是胃精的主要成分 世界上第一粒胃精 就是从海带中提炼出来的 海带产量决定着养殖海带的收入 海带越大 自然越受欢迎 成品海带是这样的 每串有上百斤重 一根就有两三米长 但连江县的农户拖上船的海带 让记者很惊讶 连一米都不到 看上去还没长成 它们怎么连小海带也不放过 这么小就着急往船上拽了呢 当地人告诉记者 没长成的海带 却能让它们收获更多财富 如果长大了收割 每亩海域年销售额 能有一万多元 但现在提前鸽 每亩海域年销售额 能有三万多元 一条小船载重的极限是三吨 没有机械帮助 要完全依靠人力拖到船上 为了装满一小船 农户要弯腰上百次 每天直舍得睡四个小时 你今年多大 六十五 您都有六十五了 那都看不出来啊 这么年轻 看不出来 我是海带爱的 几菜爱的 我不去海市 以前收割大海带 现在却捞小海带 这个转变看似反常 却能让农户 每亩海域的年销售额 增加到以前的三倍 也拉动连江海带产业 从低谷中崛起 2022年 全线海带产业产值 达到三十亿元 这背后可是大有玄机 最受益的自然是养殖户 可能愿意中啊 因为他这个其实怎么说呢 也是挣钱来快 虽然说累吧 但是挣钱来快 他这个钱来得很快 大概半年时间 几十万 而且你种海带 你只需要半年的时间 剩下半年 你还可以再去做 其他别的生意啊之类的 我们去年收益了一百多万 你说的一百多万是总共吗 总共收益一百多万 全一多万的话 差不多在七八十万这样子 现在提起海带 当地人合不拢嘴 可十年前 海带却是缠绕在当地人心头的结 那时候 海带只能卖几脚钱一斤 加工产品也很单一 就是把鲜海带晒成干海带卖 附加值低 产业在风浪中寸步难行 政府招商引资 鼓励创新 想让有能力的企业来办场 看到这些 一个女人心动了 我们鲜江是海带之乡 全部是海带之乡 然后有产量没有产值 然后我们就坚定力 我们一定要把鲜江海带 如何给它带动起来 这是我的救星 就是又是这样子 我们又想把这个事做好 才有成绩 丘碧香是莲江人 当时在福建做海折加工生意 他看好家乡的海带资源 回来后他才发现 要想找到一条新路很难 随后 丘碧香干了一件怪事 去收海带苗 原来海带要了三十几年了 以前我们这个海带苗都是 一两毛钱卖给鲜鱼吃的吧 我以前都是送给别人 这个养殖户送给别人 那个鲜鱼吃 你过来自己过来拿 没有钱 以前是没有钱 海带苗以前都是用来培育成品海带的 用不完的海带苗 养殖户卖给别人喂鲍鱼 而丘碧香考察市场后 开启了让海带苗变身的计划 然而刚一起步 就遇到了坎儿 嫩海带苗的最大特点 因为太嫩 没办法进行晾晒和加工 丘碧香不死心 很快研发出了让海带苗 能长期保存的方法 经历了一系列工序后 海带苗进入冷库 可以保存一年不变质 这让后续的加工更加从容 这样的研自海带苗 不能直接入口 丘碧香让海带苗升值的重头戏 就在接下来的一步 但是和自己唱好这出戏的重要角色 丘碧香却找不到人 把海带苗的头剪掉 剩下60厘米左右 再挑去杂质排列整齐 这是让海带苗升值的关键一步 不要小看这个初级加工的步骤 虽然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 但必须是有耐心又细心的人才能完成 甩的就是那个碎叶 不够长的全部掉下来 没有什么东西了 我们就放在这了 OK 这个活还挺精细的 对啊 这个活太细了 让海带苗变得值钱的这关键一步 丘碧香算了一下 怎么也得用上500人 她必须请一群人出马 留守在家的大嫂门 但她发现 大嫂门对打工可一点不感兴趣 因为当时我们这边在招工过程中 发现很多护理又在家里做事 没办法真正上班 上一整天的班又在家里做话 还有儿子去上学又去接送 当她如果这样子的话 她肯定也不可能上班 与人方便 合作双赢 了解了大嫂们的苦衷 丘碧香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我们是不是把这些在周边 设立一个小工厂 然后让他们这些留守护理 能够赚到钱 拴着海带的苗绳随浪飘荡 养海带 收海带 是个体力活 以前养着后大哥们在海上忙碌 大嫂们在岸上做饭 但现在他们有了新的身份 上班族 每个月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 我来家在这里很开心 钱多抓手抓五十位 我来家有六十七十就可以了 那你以前做什么 以前在这里打牌 打牌 打牌 在这里有一点有三十星 让大嫂们来到场子里上班的原因 不只是每天百人左右的工钱 在这里 秋碧香还为大嫂们 量身打造常规 宽松到连大嫂们 自己都不敢想 大伙可以随时回家做饭 随时回来接着干活 上下班自由打卡 这是最让大家安心的 能够赚钱顾家两不耽误 家里就是我老公靠打鱼 很自由啊 有空就来啊 没空我就不要去啊 这些大嫂们对于秋碧香来说 是无可取代的合作伙伴 我们将会从1月到7月 我们是真的还挺有成就感 大家一定要共赢 另外一 养殖户能够赚钱 农户赚钱 我们这边加工行业能够赚钱 大家共赢嘛 一定要做到大家共赢 才能够就说 这个产业链才能够做强做大 秋碧香在三个镇 建起了7个初选工厂 而初步分解只是第一步 随后秋碧香让海带苗进入深加工工厂 再次升级 把海带苗表面的食盐冲洗掉 然后进行冷冻 听着很容易 可就这一步 秋碧香反复试验了近三年 才实现海带苗品质的稳定 到这一步 总算大功告成 鲜 嫩 无腥味 不用清洗 只需要解冻就能端上桌 这样一袋海带苗玉制菜500克 可以卖到15元 接下来 海带苗的一次没赚钱的远洋之旅 让秋碧香意外收获了 二水海带的财富 2020年 美国的客户订购了一批海带苗 但是秋碧香算了一下仗 最后没赚到钱 海带苗的唯一的念是什么 它运输需要冷冻 冷冻 然后做到国外的时候 运输成本相对会比较高 秋碧香的大儿子秋威杰 一直在公司负责销售 他想要做出不需要冷冻运输的新产品 来降低成本 秋碧香建议做海带营养物提取 可儿子不看好 穆兹俩头一次产生了分歧 他的想法一般基本上是 有什么优势卖什么产品 我的话基本上倒推过来 是说市场上需要什么产品 我们做什么产品 他们就说海带提取 我们要往一步 我就同一战同年轻人的一个想法 先把这些食品都先做好 他们这些年轻人都比较有创新 经营商遇到问题 一般都是听秋碧香的 但这一次秋碧香决定听儿子的 儿子秋威杰也没有让秋碧香失望 仅仅三个月后 一个新产品引爆市场 让同行争相模仿 而这个新产品用的就是二水海带苗 每年11月 海带苗在苗绳上开始生长 养殖一个半月左右 长度在80厘米以内 就是头水海带苗 它的口感最细嫩 二水海带苗要养殖两个半月左右 长度在1.2米左右 它的口感又脆又嫩 三水海带苗就是养殖四个月左右 长度1.5米左右的海带苗 它的口感脆爽又韧劲 大小到均匀 长短也均匀 压缩就出这种 这样子一片 这个是什么 压缩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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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第二水的海带 然后呢 然后这样子放进去 开水一泡就这样子 就它这个马上泡化起来 就是一大碗的东西 很快我觉得都不到一分钟 又一分钟没错 我们开水一泡它就可以吃 很完美 很好 很嫩 很嫩吗 很嫩它这个口感很嫩 你开始吃它 就直接就吃了 就直接就吃了 没错 很嫩 是不是 口感很嫩 很脆 脆嫩 很香的 就脆嫩 没错 而且它很香 这一点渣都没有 没错 很好吃 小小的一片压缩海带 神奇 神奇 神奇便伸出一碗海带 直接凉拌或者做汤 再方便不过了 丘比香他们发现 用第二水的海带苗 做成压缩海带苗 口感和发泡时间最合适 压缩海带苗体积是冷冻海带苗的十分之一 方便运输 降低成本 也能赚到钱 丘比香把压缩海带苗 销售到了美国 加拿大等国家 这是刚刚收上来的 第三水的海带苗 相比前两水海带苗 它更长更厚 口感烧硬 不适合做预制菜和压缩海带苗 但有了前面的创新经验 丘比香有了笃定的方向 从市场上找灵感 再比别人早一步 到做加工了 也跟着我们做加工的时候 我们又开始做其他东西了 这一步一步的比别人早一步吧 快一步吧 海带能怎么做 凉拌 煮汤 煲饺子 沿海地区的人们 给出的答案够多了 而丘比香接下来的尝试 依然能让你眼前一亮 酥脆够味的海带 海带酥Q弹诺香的海带糕 都是用海带苗做成的休闲零食 爽脆有嚼劲 是随手可得的海洋风味 这些产品市场上少见 销售起来毫不费力 丘比香也尝到了创新带来的甜头 来 您瞧瞧 这就是连江的海带苗 这个看着呢 那是真不起眼 但是在秋碧香的手里 却能够变换出各种各样的花样 受到了市场的青睐 那么看到秋碧香创新尝试成功了 当地的一些企业也加工起了这海带苗 可这个时候呢 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以前的当地养殖海带苗的人少啊 现在呢需求量突然增加了 海带苗自然它就不够用了 这让等着加工的企业们 那是心急如焚的 而接下来 当地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创新 他们想赶紧提升海带苗的产量 可这件事呢 听着容易 做着 那可是真难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加海带苗 是连江县关雾村男女老少 一到11月就要做的事 全村60%以上的村民 以养殖海带为生 虽然养殖历史有几十年了 但因为海带属于低温藻类 怕高温 在福建这样的南方地区 很难实现育苗 我们村里面 包括我们南方地区 除了海带 都要到北方去 专门拍一些 这个村里面 派了几个南套那边 去转买去那边管理 管理以后 又从大连用床运过来 海带苗离开海水 只能存活24小时 从外地购买 成本和损耗率都高 眼看着有了身家工 连江需要大量的海带苗 林哲龙带着1000多名村民 开始挑战一件 很难完成的事情 自主培育优质海带苗种 农业像高厂 高优 高效发展 你产量高了 品质好了 自然海带这个价格 就卖了好价钱了 对于从没搞过科研的农户们来说 培育新的海带苗种 比登天还难 海上去选育一些种带 不断地去做杂交实验 这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 然后不断选育 不断杂交 搞出一个新品种出来 至少都要三年这样子 近三年的时间 林哲龙和1000多名养殖户 拧成一股绳 不断请教专家 挑选不同海域的海带进行杂交 终于选育出了 适合在当地养殖的海带苗品种 产量是以前的两倍 这些东西长约60厘米 宽约30厘米 它们叫苗片 而这些黑不留秋 拇指大小的东西 就是海带苗 它们就像海带的嫩芽 并排躺在苗片上 这样一片苗片 就可以养殖一亩的海域 20多天后 就能长成20厘米长的海带苗 我们公司里面整个 像今年大概是20万片 20万片也就是可以养到20万亩的海带 我自己有育苗产 我是专门育这个海带苗 是食育的海带苗的产 有的是 有的一部分育苗是专门制 种大海带的 海带苗 它不一样 有了高产的苗种 养殖后的收入也提升了 一亩海域 年销售额能有三万多元 海带苗成了连江人的骄傲 不少农户也开始转型 从养殖海带 转为专门养殖海带苗 凌晨四点半 漆黑的海上 闪烁着点点余火 那里就是大伙的蓝色牧场 他们中有的是夫妻 有的是兄弟 还有的是临时搭档的伙伴 他们像用镰刀割麦子一样 挥舞着小刀收割海带苗 刷刷刷的把海带苗一把捋下来 这声音对于农户们来说 听着悦耳又解压 这刷刷刷的挺过瘾的呀 真的挺过瘾的 原料充足 海带苗加工企业也有了底气 开始研发更多的精深加工产品 连江海带苗的名气越来越大 很多客商慕名来采购 也会顺便购买当地的海带产品 小小的海带苗助理当地产业走出了困境 2022年连江海带产业的产值达到了30亿元 连江人齐心协力踏浪前行 共同畅想振兴家乡的海上木鸽 当产业遇到困境的时候 人选择了另辟西境走新路 那么把海带苗分三水收割 分类加工成不同的新产品 而接着培育出 适合在本地养殖的海带苗 让养殖产量又翻了一番 这小小的海带苗 把海上木场和广阔市场连接起来 也拉动了连江整个海带产业的崛起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连江人用实践给这句话 写下了生动的主角 好了 各位 今天的《共浮经》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